客户 丢什么了 一半小说 十一杯小说 罗队 罗队来了 什么情况 好啊 保险归到期 我们期限三十份计刀包 王王他命定在里边呢 罗队 你说这儿我那案子还没结束呢 咱这又来一新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一道算 这边 人家二队 三队 每天忙得跟什么似的 给你分配点事 就那么多毛病 廖方怎么没来 他有别的人 走 老马 罗队 罗队 你看啊 门锁上虽然没有人为 破坏的迹象 但是保险柜别瞧了 你也看到了 从门口到书房的脚印当中 可以判断 嫌犯的目的性很强 可以肯定地说 保险柜的具体位置 它很清楚 而且在作案的 整个过程当中 手法娴熟 肯定是个老手 对 嗯 开心 数字密码保险柜 这都能敲得开啊 你看 这个面板的按钮上 图了检测机 在工线下 会出现荧光 嫌犯就是通过 用这样的手法 来了解哪些数字 是经常使用的 不对 你糊涂了 他如果知道密码 任何苦把这保险棋 撬成这样 还有 他光知道数字 他不知道顺序 你说得很对 你再看 这个电子中枢 平时是镶嵌在保险柜里的 嫌犯为什么要撬到 这个面板 那是因为 嫌犯要用自己的解码器 连接后台 而六个不同的数字 有七百二十个组合 解码器的速度非常快 用不了半分钟 就能够匹配出 准确的密码 好可惜啊 丢什么了 一本小说 是一本小说原稿罗队 保险箱里呢 所有的贵重首饰 一件没丢 三万美金的现金 一分没少 独独丢了这一份小说原稿 写小说现在不都用电脑吗 这没备份吗 真没有 独一份 而且师祖还说 整个小说 都是用这个玩意儿打出来的 我以为这就是个白事了 真有人用这了 对 对 千万别碰 这可是民国二十一年造的中文打字机 据贾基言说 就是当年林语堂改造的那台 金贵得很 每天这台机器需要早晚两次的机油保养 我们现在的时候 贾作家特意叮嘱 千万别碰 说就算是碰掉一块漆 你都得赔掉咱们一年的工资 别看我 这完全不在我的专业范围之内 人家不让碰 就别碰了呗 凭什么呀 咱俩这双手 什么之前物点没碰过 你们俩听着啊 只要是在犯罪现场 存在的所有的物品 都应该在我们警方的 勘验范围之内 那么说这不打字机 跟我们现在重要的 丢失的物品 那本小说有着直接关系 所以呢 这台打字机 再贵重 我们也应该碰一下 别碰 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 去博物馆也随便用手摸吗 把手拿开 这 这位是施主贾金言 这位是我们 那个您好 贾老师 我呀 等等 是 我哪知道什么时候找回来呀 你们出版身份警察去啊 我不比你们着急吗 你不知道这个对我多重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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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我呢 不表情 我闪里 我现在认识了